大家好,我是IPG主婚版的StoneX先生 我們今天在手上接一台是NTT Docomo的F01F 這個手機呢,它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還是有一個保護膜在這邊的 然後它是一個有只能識別的一個手機 後面的位置我們可以看到它 基本上雖然我們沒有細別,但它還是可以做到一個開關的GP 譬如說我們按下去 它就開機,然後我要解鎖的話,直接滑下去也可以解鎖這樣子 它用了一個Waymagic的一個技術 就是說它那個除了傳統的RGB以外,還加了一個白色的一個光在上面 所以在顯示白色的時候會比較省電一點 另外的一些部分就是說,譬如說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比較難開 這邊也是有一些插頭這樣子 Mac OSD跟那個Mini SIM這樣子 雖然它是一個4G LTE的一個手機 但實際上因為它並不支持香港的那個頻率 所以它還是這個3G的3.5G的一個版本在上面用的時候 因為它是有一個自己的特色 就是它是有一個Slide Scream的功能 就是右手邊最右邊這個選單的位置 可以說按下 它就可以把這個上面的部分滑下來 這個部分有什麼用呢? 就是說我們單手的時候有時候 拉不到上面去 那我們就可以 就譬如說 我們回到 譬如說我現在拉不到Google這個選單 Google search那個位置 我就可以按下這個 那這樣子它就變成 我可以手調按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重點 就是讓你屏幕上面的沒辦法按的話 你就可以簡單 這個位置可以調左右兩邊都可以 然後裡面還有它調的一些界面啊這些就是在這邊的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挺好的手機 摸上來還是不錯的 然後右手邊沒有什麼按鍵 左邊就是音量鍵跟那個開關鍵啊這樣子 這邊也有耳機孔這樣子 手機型 然後下面就是充電的位置 除了白色以外 這個手機還有紅色 桃紅色的一個版本 我們看到指別的那個位置也是這樣子 然後上面是鏡頭跟LED明燈 然後前面也是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深藍色的版本 也是在這邊 基本上看過去的差不多啊 有點上黑藍 但其實它是深藍色 這個手機現在的價格還要六千元港幣這樣子 還是有點貴 但我們覺得它墨上去的整體手改啊 譬如說 紅大王這件也不錯 可能再等一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考慮一下